我相信被睡眠困扰的朋友都会很害怕晚上吧 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叫放空冥想 冥想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去想任何事情 就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那我自己选择的呼吸法是逼人呼吸法 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我比较专注的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而不会去想其他事情 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就每天练习就对了 现在就非常想迫不及待的分享给你 大家好 我是一位执行清断食和抗议食长达一年的创作者 然后最近呢我遇到别的问题 就很多朋友问我 那个清断食低碳之后我老失眠怎么办 然后我自己呢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找了蛮多的资料 我发现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有效的办法 就叫昼夜平衡 那现在呢我就在测试这个方法 这时间比较久 然后我的昼夜节律失衡了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 我一天24个小时大概要花个6到7个小时 待在户外 然后来看看我的睡眠会不会变得更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延续一下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测试 如果你想关注我的视频呢 也记得关注一下 接下来我会在视频里分享这一个实验的结果和进度 晚上6点半了 然后我准备回家吃我的今天的第一餐 然后我刚打完篮球 今天在霍尔代盖待了有6到7个小时 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晚上的睡眠怎么样 还是吃一餐 晚餐会吃一些碳水 现在就看看晚餐我都吃了些什么吧 今天是快已经是9点半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公众号的文档发一发 现在就准备睡觉 但是开始睡觉之前呢 一定记得把WiFi给关了 好 有WiFi给关了 好 关了 现在就可以睡觉了 明天见 拜拜